大家好,这里是体坛大腿,我是大腿 幸运的人运气总不会差,大腿在这里祝大家,一切顺利 2022年女排世锦赛继续进行 今天中国女排将迎来复赛第二阶段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比利时女排 中国队击败对手则中国队成功晋级八强 中国队输球,比利时晋级,中国队淘汰回家 所以今天面对比利时是一场我们绝不能输球的比赛 本场比赛的重要程度可想而知 本届世锦赛进行到目前为止 中国队六胜两负仅仅输给了势力强大的巴西和意大利女排 怎么说呢,以目前中国女排的势力取得这样的表现 其实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反而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前不久结束的世界女排联赛 当时小组赛12场比赛打完,中国队八胜四负晋级淘汰赛 输掉的四场比赛分别是对阵泰国、日本、美国和巴西 这四支球队的实力都要强于当时的中国队 所以中国队输球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可是淘汰在第一场面对实力强大的意大利女排 我们就输球了 全场比赛毫无还手之力 跟对手根本不在同一个层次 如今来到市井赛的舞台,情况和当时非常类似 面对实力不如我们的对手,我们都能轻松取胜 可是一旦面对实力强于我们的对手 我们没有一点引球的办法,只能任对手宰割 好消息是我们接下来生死战的对手比利时女排世界排名第10 而中国女排世界排名第5 从这个层面来讲,中国女排引球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大腿也不敢保证比赛会朝着我们预想的方向发展 对于中国和比利时来说,这都是一场不能输掉的比赛 两支球队争夺一个晋级名额 比赛的残酷程度可想而知 本届市井赛开打之前 蔡冰并未给球队定下目标 因为他不想给队员们太大的压力 相比于世纪女排联赛来说 市井赛的分量更重 参赛队伍更多 迎球的难度也更大 说实话,中国队能闯进8强已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结果了 我们不能苛求过多 如今距离8强只有一步之遥 中国队加油 考虑到中国女排目前的阵容 主教练蔡冰也无能为力 球迷们经常拿蔡冰和郎平去做比较 其实这毫无意义 大家想想郎平时期的中国队什么阵容 放眼整个历史都是极其炸裂的存在 现在蔡冰呢 除了李盈盈之外,再没有一个世界级球员 一旦李盈盈遭到对手针对 就比如对战意大利 李盈盈全场比赛只拿8分 这样子中国队是不可能赢球的 就算蔡冰直交水平再高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啊 大家说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今晚6点半2022年女排世锦赛继续进行 中国女排对阵比利时女排 胜者晋级8强,败者淘汰回家 要是CCTV5体育频道 由于要直播2022年成都市平赛男团决赛 中国对阵德国的比赛 所以女排的比赛被安排在CCTV5家频道 大家注意 所以你认为今晚的比赛 中国队能击败比利时闯进8强吗 你对于蔡冰本届市竞赛的表现如何评价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发表自己的看法 我们一起讨论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喜欢大腿的朋友记得点点关注 您的支持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我们下期再见